早晚只用一次G6的眉睫滑护膚 大家可以看到14天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我真的好像打了水光針一樣 是可以拿機出門的 Annyeong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來講一下這個水光針 我以前也有打過水光針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經歷 我稍後再跟大家說是甚麼回事 但首先撇除了這個水光針的缺點 其實我是蠻喜歡水光針的效果 因為打完之後 你會慢慢看到皮膚變得很水潤很飽滿 因為你皮膚飽滿了 所以你的乾紋、皺紋 你的毛孔都會慢慢減少或者收縮 其實你皮膚看起來會漂亮很多 而韓國為甚麼這麼流行打水光針呢? 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會經常聽到韓妝 是很強調的那個水光機 韓國人是很喜歡一些很光澤很水潤的妝容 其實以前有很多藝人都會刻意去打水光針 去維持自己的美貌 但現在在韓國其實 基本上不用太打水光針了 因為現在韓國的護膚品 是先進到一個階段 就是可以把衣味水光針的功效 直接放入一些護膚品裡面 日常使用這些護膚品就可以間接達到這個衣味的效果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HC韓國的一個護膚品牌 HC是領先把水光針的成份引入護膚品裡 是不需要捱打針 是毛痛、毛氧地 就可以享受這個水光機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HC是一個專業護膚品牌 韓國有一些高端的美容中心 超過5000間韓國醫美診所是推薦和使用中的 其實這個品牌的受歡迎度是真的很高的 G6有8種玻尿酸 還有加上Gamma PGA的成份 那Gamma PGA是什麼呢? 它就是水光針的主要成份之一 保濕力是金油的25倍 還有持久力是玻尿酸的3倍 在過去14天裡面 我就用了一個特別的方法實測 就是早晚只用一次G6的微精華護膚 大家可以看到14天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 我真的好像打了水光針一樣 是可以拿機出門的 皮膚依然是水當當 是有一個很靚靚很光澤感的效果 只是用這個G6的微精華 就是用涼的 或者真的不化妝出去都可以 那為了可以讓大家看到更明顯的效果 我就用了瘦球花來做測試 那瘦球花就把它放在水裡 然後一邊就是清水 一邊就是倒了G6的微精華護膚五滴 然後浸它一晚 其實可以看到它是起死回生了 很誇張 而且會感覺到它的花瓣 是變得比較有彈性和硬了 然後因為最近都轉秋季 皮膚是會更容易開始覺得黏著 這個時候配搭他們的G6保濕乳液 是可以更加舒緩這個換季的乾燥感 那兩種搭配的效果會大很多 如果還有肝紋的問題 就可以用這支小紫瓶 因為它具有17種的按基酸 可以提升肌膚的彈性和緊致 減探細紋防止肌膚錯路 哇,真的很重要 有一個更好的用法就是 可以將G6和小紫瓶浸濕在化妝棉上面 然後再敷面 然後用一個雪凍座的匙間來按摩 效果會更加好的 那我不是說我一直都有用開這個HC的品牌呢 其實就是很久之前 一個韓妹朋友推薦我的 那她就說是一個韓國非常紅的品牌 但是當時我就不知道它有多紅 但是因為它推介了我就用 直到最近我真的上網去找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 哇,真是頗紅的 那我這14天用完這個眉精華之後 其實我的用法感我會覺得很誇張 因為竟然只是用一個眉精華 都可以令到臉上有一個光澤感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難以置信的 因為尤其是現在這個韓國天氣開始變乾 其實是乾過香港很多的 但是香港因為我早前都回去了 所以我也是感受到香港是有少少乾的 那正常來說皮膚應該你會覺得越來越乾的 但是相反地我覺得 十四天裡面其實皮膚的彈性是越來越好 是有一個微微的水光感的 就是韓妹一直以來都非常追求的水光肌 我達成了 那我今天這個妝本身是因為水光肌做得好 所以 都是覺得非常之容易上妝 是很貼服 是很順滑的 有沒有感覺到那個光澤感是非常之好 我非常之喜歡這個感覺 對 而在最後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沒有再做水光針的原因 我在幾年前最後一次打水光針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個人打的手勢不好還是什麼原因 正常來說 其實你打完水光針 你一開始會有紅腫 但是你涼三天基本上就會好 但是我那次呢 就是出現我剛才所說的瘀青和紅腫 我等了足足一個月才慢慢散 所以那個一個月裡面 其實我真的非常之坦的 非常之不安 我很怕會不會這樣 就永遠一輩子留在我的臉上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會是一時的出現 還是會永遠都會出現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很擔心很擔心很擔心 我自從那次的經驗之後 我就真的再不敢去打水光針 我就從此沒有再碰過這件事 很多朋友叫我打 我都說NO 因為其實那一刻真的會擔心 自己是不是偽了用 然後因為現在有AXC的G6出現 真是以後水光針 Andyong 不用再見了 對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都不妨試一下這個AXC的G6系列 真的非常之不錯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記得幫我按like支持我 記得followIG 就可以知道我在韓國的生活動態 記得按下訂閱和按鈴鐺 就不怕錯過我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了 謝謝老師收看 Bye 快按下訂閱 請不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